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来谈论一下 Sony最新推出的这个广角镜头 1635F4PZ PZ呢其实是代表了Power Zoom的意思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 那首先要提到的呢就是 其实Sony之前已经有了一款类似的镜头 那就是Sony Zeiss 1635 但是那颗镜头呢其实已经是很久了 而且是和Zeiss合作的一颗镜头 所以最新的这颗呢算是 Sony自己真正的自家研发的镜头 那我们从官网的这个宣传视频呢 可以看到它的外形设计是根据G Lens的规格去设计的 G系列呢就是Sony第二高规格的镜头系列 最高的规格呢其实就是G Master系列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颗镜头配备了这些聚焦环 变焦环还有这个能控制光圈的光圈环 它的规格是非常的高水准的 当然还有这个光圈的节度的调整按钮 能控制光圈环有没有节度的调整 或是那种比较顺畅的转动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的大小算是比较小的镜头的 因为是F4的原因呢 所以它的设计其实是可以设计成比较小型的镜头的 尤其是比较这颗Sony的1635和Zeiss的1635呢 这个Sony的镜头呢是比较小的 而且根据我们官网的资料来看呢 重量差了大概200多克 这个差别呢对我来说是其实是蛮大的 那比较遗憾的一点呢就是Sony的这颗镜头是没有OSS的 OSS就是Optical Steady Shot 就是镜头内建的这个防抖系统 而Zeiss的呢其实是有这个OSS的 接下来这个功能就是Sony强打的这颗镜头的特点 那就是它有这个Power Zoom的功能 以前大多数的变焦镜头呢 变焦都是会有这种长短的这种变化的 而且如果你要拍那种变焦的画面呢 当你手动的去转动我们这个变焦时呢 会出现这种不稳定或者是画面有点抖动 或是变焦速度不会太一致的这些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利用剪接的时候 用keyframe来制造这种zoom in的效果的 当然Sony最新推出的这一款1635呢 它是配备了这个电子变焦的 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我们直接就可以在拍摄时使用旁边的这个控制呢 去zoom in来达到这种画面放大的效果 尤其是一些场景可以强调人物的情绪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物体时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的 价钱呢其实官网这里说是大概1200美元 所以大概是5000多马币 或是3万多台币的 那其实它的价钱呢是和这个Zeit镜头呢 不相上下的 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大小是属于轻型的 是属于那种便捷型的 绝对非常适合Vlog的一颗镜头 F4其实对我来说呢是适合的 因为如果拍出了要拍自己的Vlog的时候 你需要有比较深的Bokeh之外呢 基本上我拍广角都希望是整个画面是比较紧深 比较深的 尤其是拍一些建筑物或者风景 或者一些体型比较大的一些风景画面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觉得F4其实是非常足够了 这样子呢我希望F4呢 可以达到一种整体画面是比较在那个聚焦点范围里面的 但是呢无可否认的F2.8当然会比较好 但是呢你要考虑如果是F2.8 我相信它的大小设计 绝对不能像现在这一颗的设计一样的大小了 绝对会更大更大的 总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Sony的16-35F4的G Lens呢 算是一种你已经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类型的镜头 它并不是一个很大众化 因为还有更多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Tamron的17-28F2.8 价钱呢又便宜 然后它又有F2.8的 或是如果你想要更高规格 更高价值的呢也有Sony的G Master系列的16-35F2.8 但是呢G Master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非常的大颗 而且非常的重的 总之呢我会说大多数人会因为F4而不选择这款新的镜头 会想要买的人呢其实就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用在什么地方的摄影师 他们清楚知道F4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很足够了 然后呢价钱也不会太贵 而且G Lens的品质呢也是除了G Master之外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摄影师的一颗镜头 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还会分享更多关于摄影与简介的支持的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